好,各位同学 那么在本节课开始 我们首先对我们上节课所固执的两道思考题 做一个解答 首先是这样一个A加上B乘C 那么这个结果 我们应该很容易知道 它的正确结果应该是7 我们看一下 好,为什么是7 因为B乘以C就是2乘以3等于6 然后再加上A的值1等于7 我们并不会把上面的表达式按照A 首先加上B 最后他们得到的结果再乘以C 这个顺序来运行 我们之所以不会 首先把这个1加上2等于3 然后再拿3乘上这样的一个C的值3等于9 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数学概念是比较熟悉的 数学的四周运算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乘号的优先级是大于这样一个加号的部分 所以说上面的表达式我们都非常容易理解 B需要首先乘以C 最后再和A的值相加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就是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预算符 来编写的一段表达式 让我们首先来猜测一下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它的一个运行结果 我们尝试着从左向右 逐一的来解析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话 首先A和B要做这样一个或运算 对不对 那么A或者B 它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效果就等于A或2 它的结果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讲到过了 它是有规律的 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这个规律 A或2返回结果应该是1 然后A或B的结果1 再和这样的一个变量C做且运算 按的 那就相当于那是1&3 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最终得到的是3 那么是不是这个就可以说明A或B 然后再且上C 这个表达式的最终结果是3 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把它复制下来 回车看一下 它得到的结果居然是1 并不是我们预测的3 对不对 好 那么我解释一下 上面的这个表达式 它实质的一个运行顺序 应该是B先和C做且运算 最后再和A做获运算 我们可以强制加强一个括号 来演示它的一个运行顺序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首先B和C做这样的一个且运算 B是2 C是3 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将是3 然后这个表达式就演化成了A 3 A的取值是1 对不对 这个表达式就进一步的演化成了 B或者3 它的这样的一个运算结果将得到的是1 所以说A、B、C 它们这个表达式的最终结果 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 而不是我们之前推测的3 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上面的两个表达式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大家非常容易评解 因为乘法的优先级是高于乍法的 这个概念还是我强调的 它并不是来源于我们编程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解析的概念 这个逻达式运算符是一样的 既然你对加法和乘法有这样的一个优先级 那么你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符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优先级 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一个优先级 那么你对结果的判断就是错误的 我们这里Python解析器之所以在解析这个表达式的时候 会先去计算B and C 这个原因就在于 and这个操作符的优先级是要高于这样的一个 out或运算操作符的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一个Python的运算符优先级的排库 大家如果遇到了运算符优先级的问题 那可以来这里查 你比如说这个乘法等待 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先级 其实就是要大于我们的加法和减法的 然后这个指数的运算符 它的这个优先级是最高的 序号越小的 行数越高的 那么它的这个优先级就越高 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逻辑运算符 它是优先级最低的 但是这里面要提醒一下大家 有时候我们找的资料 大家也不要完全相信 为什么呢 比如说在这个列表里面 它确实是罗列出了不同类型的运算符 它们之间的一个优先级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算术运算符 它是位于序号3的 然后我们的逻辑运算符是位于13的 那么这个算术运算符的优先级 确实是要大于我们的逻辑运算符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这个列表里面 它没有给出相同类型的运算符 它们之间的一个优先级 对于算术运算符来说的话 它这里的罗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加法和签法它们本身是同级的 陈法和书法它也是同级的 问题在于我们刚刚那种事实说明了 逻辑运算符这三个not all and之间 它们还存在着一个优先级关系 我特意举这个not all and 并不是随意去选择的 而是因为not all and 它这里第一个是not 第二个是all 第三个是and 它非常容易让人觉得 all的优先级是大于and的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and的优先级是要大于all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最好的方式就是查资料你要查 但是你还是要去亲自验证一下 好我们回到我们IDA1里来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解释器在去解析表达式的优先题的时候 有默认的一个顺序 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而已 如果这些操作术 它们之间的操作术是同级的话 那么解析器在解释表达式的时候 它会默认重组 向右来解析 好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3加2减1 因为加号和减号它们是同级的 所以说解释器它会先执行3加2 因为3加2它是靠左的 然后再把计算的结果和1相减 这个叫做从左向右 这个解释器绝对不会先执行2减1 然后再加上3 原因还是在于优先前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 可以用圆括号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ABC 它们之间做或和且定算 如果你不想让解释器按照默认的顺序执行 这句话来说 括号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出现了两个括号 分析的思路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两个括号 两个括号它肯定优先级是相同的 所以说首先执行第一个括号 然后再执行第二个括号 最后再把两个结果做这样的一个按前算 好我们现在不要看结果 清算一下 这个表达式的结果是多少 A是1 B是2 然后A而B的结果是1 C加上1 C是3加上1是4 然后1按个4 结果将是4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对的 4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来讲的话 它一般计算顺序 是从左向右 这样一个从左向右 如果我们用编程柄的概念来说的话 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左结合 好 表达式的顺序 我们通俗一点讲叫从左向右 但是专业的名字叫做左结合 通常情况上面来说 这样的表达式都是左结合的 但是有一个特例 这个特例是什么 这个特例就在于这样的一个负值运算符上 如果一个表达式里面出现了这个负值运算符 那么它的结合顺序将会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定义了两个变量 然后我现在做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运算 大家看一下 C等于A加B 如果一个表达式里面有这样一个负值运算等号的话 那么这个表达式的结合顺序将不再是左结合 它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右结合 怎么理解这个右结合 这个右结合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先计算C等于A 然后再加上B 你必须先从等号的右边 开始进行这样一个表达式的解析 先执行这样一个A加B 最后才执行这样一个负值等号运算 好 用这个加法举例可能不是很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算数运算符 它的优先级本来就是高于我们的负值运算符的 所以说 你就算按照左结合的顺序 也同样是要先做这样一个A加B的运算 然后才执行这样一个负值运算 但是我们换一种情况 如果是逻辑运算 我们可以看一下表格里面 逻辑运算的表格里面 它这里把负值运算符的等号放在第10 对不对 然后逻辑运算符是最低的 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运算顺序的话 你岂不是要先执行A等于C 然后再执行C和B的过运算 但是事实上 即使这个表格里面的负值运算的优先级是高于逻辑运算的 但是还是要先执行这个等号 右边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数 最后才执行这样一个复制运算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个网上搜查的一些资料 还是要自己来清楚的验证一下 好 思考及时变道 三个变量 我现在不让计算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结果 你要知道它的结果非常简单 直接回车就可以知道了FALSE 但是我现在的要求是 你用这样的一个括号 把这个表达式它的一个执行顺序给标注出来 什么叫标注出来呢 如果你认为这个表达式它执行的顺序是 首先它会将执行这样一个B加2 那么你就首先把B加2给我扩起来 然后B加2执行完成之后将得到一个结果 如果你认为它接任执行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和A做这样的一个R运算的话 你就再把它给扩起来 或者说你认为B加2执行完成之后 它将执行这样的一个和C的比较运算的话 那么我们就这样扩一下 因为我们说了 扩号这个是一个万金有 在你扩号里面的表达式将优先执行 而不会去考虑这样一个优先级 所以说我需要你用扩号完整的描述 这个表达式的解析的过程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上节课再见